欢迎大家来到Tangle4Kiss的影片 我们今天会使用到的是黑色学习纸砖 跟白色方砖的结合作品 那首先请大家准备好你的笔材 我们等一下会使用到的是三支的月光笔 还有一支白水样笔 跟一支透明笔盖的学习笔 那还有铅笔跟纸笔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也会用到 那纸类的部分呢 请准备一张黑色的学习纸砖 然后跟一个白色的方砖 还有呢你的材料包里面会有一个相片角 会有两个相片角 那大家拿到的颜色都不一样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开始来创作咯 工具 然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其他的工具 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 我们可以先拿出铅笔 跟一张白色的方砖 这张是白方砖 然后呢我们会在他的空白这一面创作 那大家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在方砖上面呢 画上用铅笔画上暗线 那这个暗线呢大家可以把纸砖稍微转一个角度 我们会画的比较顺一些 你可以在纸砖的下面的部分呢 看起来画上一个水滴形状 接着呢在下面尖尖的角的地方呢 我们同样从这边出发 一样画上一个另外一个水滴形状 可是呢我们中间会交错的相叠 我们刚刚有画过的地方 看起来像是一个爱心的造型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暗线 那接着呢大家可以拿出你的三支月光笔的其中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来画一下这个图样 Flows 佛罗兹 你可以在左边的这一格或者是右边的这一格 大家可以自己选一格来创作这一个格子图样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在格子 左边这半边的格子空格当中呢 我们可以画上平行的线条 然后线条跟线条中间呢大家可以留大一点的位置 画完横线我们画直线 那一样直线跟直线中间呢我们位置可以留大一些 这个图样呢是一个格子造型 然后呢它的画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十字相接的位置呢 我们感觉画上一个 画上一个钻石 画上一个菱形 在我们的线条交接处 在每一个线条交接的地方呢 你都可以画上一个菱形 然后中间把它涂满 那如果你的线条交接的比较多一点的话呢 我们慢慢的 慢慢的画没有关系 那边画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随时的转动一下你的纸砖 让大家的手呢呈现一个舒服的角度 那刚刚涂满的地方呢 已经涂过的地方呢 你的手记得避开来 让它有一点干燥的时间 那如果旁边呢剩下半边的像这样子的一个线条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这个角落 或者是边边角角的地方呢 再加上一点菱形的造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图样 Flose 那接着呢 我想要换一个颜色的笔 来创作我们第二个图样 那大家完成第一格Flose的图样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最旁边的这一个 如果你刚画左边的话 我们可以在右边的这一个呢 画上也是一样 我们来分享一个格子图样 这个格子图样呢叫做Nice Bridge 我们称之为骑士桥 那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一个区块当中呢 你先画上平行的线条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画上直线条 那如果有被中间 中间的区块挡住的时候呢 我们笔稍微可以提起来 然后到边缘的时候呢 再落笔 骑士桥这个图样呢 非常的简单 然后大家呢 很常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 一个图样 那首先我们可以在你的 最左边的地方 左上角 如果它不是一个格子 不是一个方形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这个格子有点三角形 那我一个涂黑一个空白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样把它涂满 接着第二行呢 我们跟第一行是相反的 所以如果第一行的上面 你是涂满的话呢 我们下面这个空白 然后隔壁呢 我们就把它涂满 那这样是一个涂满 一个空白 一个涂满 一个空白 大家可以依照我们手上 你刚刚创作的 这个骑士桥的格子 我们来慢慢的在每一格当中把它涂满 那记得可以稍微数一下 你要涂满的区块呢 你也可以像这样子你也可以先打勾 稍微做一下记号 那这是打勾的地方呢 是我等一下要涂满的地方 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有中间的这个区块 我可以换上另外一支颜色的月光笔 我想要把我的纸钻稍微转移一下角度 大家可以在中间的这个区块呢 你画上一个椭圆形 那椭圆形的左右两边呢 一样 相连接的椭圆形 我们把它放满在这个中间的区块当中 那你也可以转动一下你的纸钻 调整一下角度 让你的手呢 很顺 可以画出这个图样 这个图样呢 我们称之为Onamato 那旁边呢 如果有比较小一点的区块 你也可以画上圆圈圈 或者是直接把它涂满 那因为我旁边的区块呢 比较小一点了 所以有些地方呢 我直接涂满 有些地方我可以加上一颗小圆球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格的旁边呢 有比较小一点的区块 都可以把它用你手上的这一支月光笔把它涂满 这是我们中间爱心的部分 那接着呢 我们在爱心的边缘呢 如果还有一些蛮大的空间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缠绕图样 叫做小皮球 很可爱的图样名称 然后它的英文名字Jetis 小皮球的画法呢 你可以先画一个圆 然后呢 在圆形的中间呢 我们先画上一道弧线 接着呢 稍微留一点距离 我们再画上一道弧线 然后呢 在这个弧线的左右两边呢 加上一圈细细的光环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小皮球中间的部分 我们可以加上不同的装饰 比如说我再画一颗小皮球 方向呢 大家可以转动一下你的纸砖 它小皮球的方向就会不太一样 可以让它有不同的方向变化 那这一次呢 我中间的部分呢 想要画一个锯齿状 那在中间点上圆点 这些呢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小皮球呢 非常的有趣 在两条弯曲的曲线中间呢 大家可以做任何的变化 那这一次呢 一样是锯齿状的造型 可是我想要把它涂满 大家可以随时看一下你的纸砖 如果哪边还有区块 还有空格的话呢 你也可以加上一颗 可爱的小皮球 以上呢 是跟大家分享的四个缠绕图样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再用我们的工具 铅笔 我们的铅笔呢 你可以在爱心的 我们刚刚爱心暗线的里面 内侧的部分呢 你可以沿着你刚刚的暗线 我们加上铅笔的阴影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一点的话呢 我们的石墨 你的铅笔呢 可以把它放多一点 那我们可以在刚刚 Onamato这个地方呢 的里面 一样加上铅笔 的石墨 那旁边呢 你要确定 我们刚刚的图样 每一个图样都已经干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阴影 那如果还没有干的话呢 可以稍微等它一下 等一个时间然后呢 等它干了我们再上阴影 阴影完成之后呢 铅笔上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纸笔 在我们刚刚的石墨呢 你可以慢慢的把它推开来 非常简单的上阴影方式 就让你的作品呢 非常的立体 那大家的 纸笔呢 可以像这样子握在手心的方式 会让你呢 推色的时候会更顺利一些 那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我们就往内推多一点 让你的阴影呢 看起来比较厚一些 这是我们中间 爱心的阴影 那小皮球呢 大家也可以在它的外面 每一颗小皮球的外面呢 你也可以加上 一道弯曲的铅笔 铅笔线条 然后呢 我们把它推开来 这样让你的每一颗小皮球呢 看起来 有一点阴影的造型 那它的方向位置 是哪一个地方都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同一个方向的阴影 就是缠绕化好玩的地方 它的阴影呢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变化 那如果大家完成了这张 白砖的爱心造型之外呢 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你的黑色的学习纸砖拿出来 大家可以把你黑色学习纸砖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材料包里面呢 应该还会有两个相片角 大家拿到的颜色可能是不一定的 然后我今天用咖啡色棕色的这个相片角来做示范 你可以先把你的纸砖呢 白色的纸砖呢 先直接卡在相片角的一个角落 接着呢 在它的对角的部分呢 一样 把它卡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纸张拿起来 我们可以直接贴在我们的学习纸砖空白的这一面 那方向角度呢 大家可以随意 我贴的有一点歪歪的 粘贴好之后呢 你可以稍微压一下这两边的相片角 让它的贴纸呢 可以更牢固一些 那大家手边应该还有一支白色的水样笔 这支水样笔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黑色学习纸砖上面呢 做一点不一样的装饰 我可以沿着纸砖的白色纸砖的外围 加一道光环 那光环旁边呢 你也可以用圆点来做装饰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这个装饰呢 边框的装饰呢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有更好的 在创作的时候呢 有更好的想法 或是觉得更棒的想法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作品当中 那你的光环呢 也可以是一道光环 或者是你想要重复 画两次光环 更强调一下我们的相片角的边缘的部分 那如果你的边缘呢 黑色学习纸砖的边缘还有位置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三颗的小圆点 看起来像是一个小果实 那记得在我们的纸砖上面呢 你想要签名在外面的话呢 那你就要用学习笔或者是月光笔也可以 我在空白的地方呢 加上我的签名式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多一点 这样子爱心的创作的方式 这个呢是我用不同颜色的月光笔 创作同样的图样 然后左右两边呢 今天左右两边我把它相反过来 那如果大家拿到的不同颜色呢 你会发现它画出来的效果呢 也会不一样 那你的爱心上面呢 也可以做一下不同的装饰 那如果你的onamato呢 想要变成一个小气泡 也可以就是比较密一点 然后比较小一点的图样 或者是你学习过的图样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刚刚的暗线当中 那还有是小朋友的创作 不同年龄的小朋友呢 他会创作出来很可爱的作品 这是国小二年级跟国小五年级的创作 大家呢可以用不同的阴影 然后你的小皮球呢 也有不同的造型 或者是你想要在这上面呢 多加一些你学过的图样 也都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那如果呢 你想要用黑白创作的话也可以 这边呢有一个示范 是我们一样 用铅笔画两个水滴状的造型 然后呢我们是用学习笔 大家手边有的学习笔 来做装饰 然后外面一样是用白水样笔 然后回去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这样玩玩看 那以上呢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张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 小小小小小的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玩的 也可以玩的 水滴